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调音师 我的学员经常跑来问我各种问题 后来发现这些问题来来去去都差不多 所以我就把这些问题捋了一下 整理出音响佬常犯的十大错误 第十名 使用船指向的头戴话筒做演出 船指向话筒基本不用再扩声演出 这是常识来的 但总有些萌新的音响佬 傻傻的买了船指向的头戴话筒去做演出 结果我就消叫到怀疑人生 例如前几天就有个 中级课程学员来喂我 说老西 你的调音套路用在手持话筒很好 效果刚刚的 但怎么用在头戴话筒就不行了呢 看到他这一句 我用左边的屁股一想 就知道他用的肯定是船指向的头戴 一问他 果然是 我跟他说 船指向话筒基本不用再扩声演出 是常识来的 他说 不对啊 这款头戴明明在某宝上面卖很火啊 很多人用啊 我只能告诉他 这是在集体教智商税 但大家肯定很奇怪 既然船指向的头戴话筒演出不用 那这些话筒给谁用呢 给做节目录制的人用啊 你会发现 电视台做节目录制 经常使用船指向的头戴话筒 这得益于船指向话筒 360度无死角收音 主持嘉宾嘴巴歪了 或者话筒跑位了 话筒的音色和音量 也不会出现很大的变化 而且节目录制 只是把声音录下来而已 并不需要对声音进行扩声 所以他们根本不用考虑消叫的问题 但如果节目录制的现场要做扩声 那怎么办 那就用手持话筒呗 所以你才会在一些节目上面 看到主持人又带头戴又拿手持话筒 但如果你把这个 360度无死角收音的船指向头戴话筒 用在演出扩声的话 那就酷该了 变成360度无死角消叫了 因为话筒是船方向收音的 你的头戴话筒 一旦靠近反送音箱 那肯定就叫了 但假如你用的是 心形纸上的头戴话筒 那其实很难消叫的 因为心形纸上的头戴话筒 是对准嘴巴的位置才收音的 背面是不收音的 所以你只要头戴话筒的背面对着音箱 其实是不会消叫的 而且头戴话筒这么靠近嘴巴 这个发声源 所以只要控制好争议的大小 头戴话筒想消叫都很难 当然如果你想验证一下 你的头戴话筒 是船指向还是心形纸向的话 很简单只要试一下从不同的方向对着话筒头讲话 假如不同方向讲话 话筒出来的音量都是一样的话 恭喜你 这是船指向的头戴话筒 假如音量差别很大的话 那就是心形的 赶紧回去试一下吧 下一节继续说一下 音响老常犯的错误第九名 天线放大器的错误使用 好了 进阶课就上到这里 想学习更多的干货 可以订阅我的音响中级和高级课程哦 里面都是我的独门调音套路 赶紧订阅吧 嘿咁咧 嘿咋咐 HELLA Y furnace HELLA HELLA пос CALIA Watch HELLA D HELLA HELLA CALIA H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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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IA CALIA HELLA CALI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